美国前参议员克里斯多德 前国务卿理查德·阿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 周三4月14日抵达台湾 此行激怒了北京 在台湾电视台直播的画面中 这三名美国前高官乘坐一架没有标记的私人飞机 抵达台北市中心松山机场 台湾所谓外长吴敦义和美国驻台北最高外交官布伦特·克里斯滕森 在机场迎接 白宫官员表示代表团将与台湾高级官员会面 并遵循美国两党长期以来的传统 即美国政府向台湾派遣高级别非官方代表团 这位官员称 这是拜登总统对台湾及其民主的承诺的个人信号 这些美国前高官将于周四会见台湾所谓总统蔡英文 此行将使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 台湾所谓总统府发言人张登涵表示 此行再次表明台美关系坚如磐石 是美国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充分体现 亚传统对台湾的充分体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